坐 哥 那晨起非得给你住在一处 未免也太不尊重你了 好歹你也是个将军 应当有自己独立的府邸才是 兴军打仗 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要求那么多干吗 我就是看不惯 晨起和他那伙人 尤其是江城义内所头乌龟 要不是他躲在军营里不出来 我早就一刀把他狗头砍下来 哥 我知道 要冷静 晨起也是奇怪 非得和你住在一处 他表面上是与我亲近 但施泽是为了盯住我的一举一动 这豫州城 虽是我打下来的 但施泽 是晨起在与当地的守军交涉 他是铁了心要掌握住豫州啊 原来如此 可家里不是说 在外面少说两句啊 这城中的巡防是由你来负责 方才这一路赶来 我都没有看你仔细盘查周围的百姓 别让西座混进来了 哥 你看这南下百姓怎么那样 怎么了 哥 没什么 下一步巡查要仔细一些 有什么情况立刻想汇报 是 那边 那边 二大爹 给老二爷吃一口吧 我求求你了 二大爹 我求求你了 自己吃 我求求你了 家里能抢的 已经都被抢光了 活下去的机会大了 老子 咱们一下都得饿死 大哥 去看看 二大爹 你也得活下去 你吃吧 二大爹 投出来 来 投出来 这不能吃 这儿 这些银子你拿着 去给孩子买些吃的 谢谢恩公 谢谢恩公 我谢恩公 不必多礼 快醒醒 谢谢恩公 不必多礼 谢谢 谢谢 阿曼 我们还有必要去找石大人吗 石大人 石大人未必知道这里的情况 他自己玉州的百姓 他不知道 我跟他芭城 已经和北貌人勾结了 大哥 等见到石大人 我们来打一个配合 我们边左边说 好 夫人啊 今天出城静香 可曾遇到什么麻烦没有 不曾 一切都好 好好 这春起啊 非逼着我收他们的东西 夫人 你把它收起来吧 这屋中珠光宝器 石将军和石夫人过得好生滋润啊 卖凶来啦 快快快 石将军 石夫人 这就是小侯爷身边的 对对对 这就是小侯爷最新任的阿曼 我这就给你们放风筝 好 二位 请受老夫一拜 石将军快快请起 为何行如此大礼 你们都是商帅 最亲近的人 见到你们 如同见到商帅 老夫窝居玉州 苟且偷生 怎么对得起商帅 怎么对得起 在前线奋力杀敌的将士们 老夫惭愧啊 石将军 北墨蛮横 您留在这里与他们交流 想必受了不少的委屈 不知北墨人 可又为难石将军 他们对城防 民事一概不知 有的时候还要来问我 所以对我妈 还算客气 北墨人让石将军 吃着大鱼大肉 又拿了那么多宝物 一共赏完 未免也太客气了吧 商帅怀疑我投敌 北墨人送的金银 我拒绝了十之八九 但也不能一点不要啊 他们容易起疑心哪 他们还把我软禁在这儿 石将军莫要担心 商帅一直相信 石将军的忠心 此次我们过来 便是与石大人商量 如何收复豫州 豫州乃中原粮仓 绝对不能落在 北墨人的手中 商帅可有万全之策 商帅并无计策 那老夫 属难从命 石将军 方才我等多有得罪 还请将军不要计较 多为城中百姓考虑才是 我也是为百姓考虑啊 商帅以我投敌 这是人之常情 我不怪的 但是北墨守军兵强马壮 商帅又无万全之策 我不能拉着 一城的老百姓的性命去赌啊 石将军 你知道城里的百姓 现在什么样子了吗 休拿百姓做幌子 你可知道 这豫州城的百姓 已经成了带宰的勾扬 你还好必死提 百姓有难 百姓有难 最要紧的就是 尽早夺回豫州城的指挥权 这样 才好让家里在朝中运作 让陈琪退兵还朝 这还不简单 抢过来呗 罢了 再慢慢享受吧 你都巡查完了 放心吧 哥 我查得可认真了 我来就是告诉你 我带人把豫州城兜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异常 去师傅查探了吗 没有 那老头听陈琪的命令 我查他干嘛呀 不行 我还是放心不下 我自己亲自去查探一下 大哥 事不宜迟 咱们得速速回音道歉 要是能有两匹快马就好了 这样安呗 大哥去北莫军中寻两匹马来 咱俩一起去 就大哥一个人去 反而更加安全 你就在死地等大哥 要是大哥半个时辰内不回来 你就自己回应报信 大哥 如果你回来之后 没有看到我 也自己回应报信 不用管我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气得 我就说嘛 这个穷鬼 哪来什么钱卖粮食 都给老子抓起来 等我们走 走 我给我 我给我 你不要杀我天亭 谁干的 下去 饶命 我常于卿说过 不许自扰百姓 怎么听不懂本将的军令 教终 小人之存 寡人是你 你不是一个人